大家好 我是沈麥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破空焰 古代炎帝 他種族值590 特攻值給到65還不錯 但是攻擊也只有115啦 就算特攻沒有給的很高 但攻擊也不高 就算是給的蠻平均的啦 雙防還不錯 然後速度有91 那他專屬技火焰守護 我們這次沒有帶啦 他雖然可以擋住對手的攻擊 而且如果對手是用接觸類招式的話 還可以讓他燒傷 但是他只能擋住攻擊類招式啦 物理攻擊或是特殊攻擊類招式 變化技能他是擋不住的 所以你被哈欠或是再來一次是擋不住的 而且很多人現在都知道有這招了 會開始防 那你不帶他又防的話反而會更賺 我們就先上煤炭龜 幫破空焰開一個晴天啦 之後一直出地安息好了 地安息可以打古玉 而且我們帶弱點保險 可以讓土地雲用地增打我們一下 就第一隻古玉 我們先灑個隱形眼啦 其實照理來說 煤炭龜應該是要帶哈欠的 但我們偏偏沒有帶 這邊如果帶哈欠的話就很舒服了 直接先打哈欠 把直播中 那就鬆掉煤炭龜啦 他那個是眼鏡吧 我們煤炭龜是有撐特防的 被打一下都紅血了 我看破空焰上來會頂不出啊 先出地安息好了啦 這裡被綁招了 所以勢必得換人 不然打我們是減半 我們打鑽石風暴 因為鑽石風暴有機會可以加防禦 而且是50% 沒有 沒加 我想說加的話就直接讓他地震打我 觸發 弱點保險 沒加的話被土地雲打到很危險 因為土地雲攻擊力很高 這邊腳太驚嘲了 太驚嘲了一個好處是 待會古魚會用火系招式打我們地安息 那這樣我們地安息送掉之後換上破空焰 破空焰是四倍抗火 我們就可以趁他被綁招的時候 用龍子舞 地震打了33滴 對 命中95 沒打中 有啦 防禦加了 多邊獸2上來 我們這裡就打普吉啊 普吉打的是兩倍 而且我們防禦現在很高 電磁波 沒死 剛才要是 前面那下鑽石風暴有加到防禦他就死了 完啦 打不穿啦 打不穿多邊獸2了 吐血 這裡就只能打鑽石風暴了 他有可能會有冰凍光束 等他打我兩倍觸發弱點保險 呃 又害 這個時候才提高來不及啦 四階防禦 先繼續打鑽石風暴 現在才給我要害加提高防禦 是怎樣 普吉看看好了 現在六階防禦 普吉看有沒有比較痛 好癢 哎呦 那只能繼續鑽石風暴了 來了 冰凍光束 落點保險觸發 哎呦喂 好像打得比他自我再生回的還多了 那就繼續鑽石風暴 冰凍光束他不回血啦 因為他知道他回不贏我啊 直接打過來 這裡破空宴上來很尷尬 因為我們必須得貪龍子武啊 不貪的話 他會比古玉魚跟土地雲還要慢吧 所以這裡不是我打的貪啦 是要贏就一定得打龍子武 他又有電磁波所以很尷尬 就看他電磁波能不能miss一下 沒有miss打中啦 那沒有miss也有一個解決方法 教室繼續按 速度只要夠快被減半點沒什麼 教室只能一直按啊 不是我打貪啦 是這裡真的只能按啊 不按的話 會打不贏嗎 這是最後的解決辦法 他還在自我再生嗎 我們還可以再按耶 他不打冰凍光束過來 我們就繼續按了 至少要三次龍子武啦 三次龍子武應該就可以比古玉魚還快了 打過來 OK 那我們就不貪啦 三次就夠了 直接開扁 閃現衝鋒就可以了 OK 直接收掉 那不帶高溫重壓 帶閃現衝鋒是因為 雖然閃現衝鋒會破血 但是高溫重壓 要是遇到體重也很重的寶可夢 就會很癢 畢竟這個年代 體重重的寶可夢很多啊 590已經算還好 而且剛才打龍子武的原因 他有這個啊 因為他有威嚇啊 我們這裡就繼續閃現衝鋒 呦 要害 不過沒要害他也會倒啦 那最後很關鍵 五玉魚 我們速度應該是比較快 但是就是不能被麻痹不能動 然後我們地震也確定可以一發帶走他 很關鍵 OK 沒有不能動 很強 有料 被麻痹全部都能動 太狠了 那就感謝指教啦 這場我覺得他會先出皮斧蠔螂欸 我們先上蟹米好了 算蟹米飛行系被他岩石打也是兩倍啦 不過我們 我相信是可以一直畏縮啦 因為我另外兩隻也要出煤炭龜跟破空焰 也是落岩石的 真的是皮斧蠔螂 那我們先空氣斬一次 可以喔 超過三分之一了 我想說畏縮的話打個中指閃光就收掉了 不了 60%的畏縮呢 有煤炭龜 煤炭龜被打兩倍 但也扛得住吧 煤炭龜這麼陰 我們就直接打過了 沒關係這時候就破空焰發飆的時候了 雖然他如果極限速度的話會比我們還快啦 不過他應該會覺得我們有火焰守護 所以他可能會不敢打過來 我們趁現在打個零射 好 騙到了 他真的覺得我有火焰守護 換人了 繼續找怪 可以 白癡沒打中 這邊必須要用心驚化啦 打五下有沒有機會 好像沒有 唉唷 要聞優果 剛才如果零射射中 這裡就收掉了 然後速度超快 感覺是一穿三的局 沒打中整把沒了 唉唷 要害欸 所以剛才沒吃聞優果的話 也可以收掉他 唉唷 拿錢啊 那這裡就只能先打龍之武了 因為我們如果收掉 巨藻怪的話 他換上皮膚常常破空焰會死啊 我們打龍之武 搞不好他巨藻怪也收不掉我們 好 那我們第二場先上煤炭龜來開製造啦 第二隻破空焰 最後一隻蒂安吸好了 我手的一隻賈賀人蛙 賈賀人蛙如果水氣打過來 是會減半的喔 因為現在是大青天 我們就直接打過了 觸發避難背包 然後換上破空焰來處理啊 怎麼是打飛水手裡劍 很癢 很癢 射三下 他這邊變幻之武變成水氣 所以打其他招是沒有本氣加成的 而且現在是有日照 所以水氣也不會很痛 那我們這裡其實可以貪龍之武 因為他大幾率是打我們都不太會痛 直接貪一個 他好急速折返 然後 紅蓮凱奇 紅蓮凱奇 紅蓮凱奇的話我們就直接打零射可以收掉他吧 紅蓮凱奇應該是氣勢皮帶啊 零射就直接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他是碎裂鎧甲 這樣會越打越痛 被打一下就會降一階的防禦 剛才看那個血量 他如果不是碎裂鎧甲的話 搞不好射四下也不會死 這邊就直接收掉了 舒服 我以為他是營火 想說換營火的上來連防一下破空間 賈赫人我要上來 這邊傾聽剩下兩回合 我們就直接新進化打地震好了 一招秒一個 直接收掉了 最後一隻我們就用閃燕衝鋒 我們火的心晶還沒有加成到 哎呦先止一步 而且現在日照還有一回合 直接打沒問題 他有可能是太精火了 沒有 沒有 沒有就收掉啦 那就感謝指教了 沒有就收掉啦 沒有就收掉啦 那就感謝指教了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